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 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这个星期在北京落幕 美中两国继续就南中国海问题交手过招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 广大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 而应该是包容合作的大平台 而美国国务卿克里则是强调 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反对任何一方以单边的方式来解决争议 这次的对话能够解决美中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吗 到底南海之争双方的底线在哪里 美中战略对话还能够发挥多大的成效 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现场 就为您邀请嘉宾来进行讨论 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 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政府 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万明教授 欢迎您万教授 谢谢 我们也欢迎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拨打美国基因的热线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万教授的事 我们知道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这已经是历时八年的一次对话了 那么在这次的对话上 您觉得如果有的话 到底它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呢 实际上他们取得成果比较的有限 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民币清算 就是说美国一行可以参与大概有2500亿 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 但实际上具体的成果比较的有限 是 那么当然很多人在事前 媒体都聚焦在南中国海争议 不可否认最近这几个星期以来 南中国海方面的局势确实有很多的变化 那么跟我们谈谈在这一次的对话之前 实际上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峰会上 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这个与中国的对手孙建国 这个有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些对话 那么到了这个对话上的时候 国务卿克里也有一些强硬的表态 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显示 美国在南海政策上越来越强硬了 实际上这次这个战略对话吧 美方在这个南海方面 调子还是稍微缓和一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立场变得 实际上美国的立场变得更为强硬 因为他这次比较稍微缓和一点 因为这个9月份还有这个20国集团 会在中国的杭州举行 那么他还有稍微和缓一点 但是这个美国跟中国在这个南海问题 这个利益冲突变得越来越厉害 是 您说到这个利益冲突 很多人就想了解 已经讨论了这么久了 但是呢 进一步的来说 到底美国在南海方面 他的策略是什么 他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他的主要的这个关注的事情呢 一个是这个航行自由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 实际上涉及到的就是说 美国跟中国在争夺这个亚洲的领导权的问题 因为如果这个中国在南海这个走得比较远 那么他会严重地削弱这个美国的领导力位 因为有些美国的盟友是与中国存在这个领土的争端 他们希望美国来支持他们 但如果那个美国的支持没有效果的话 那当然就意味着中国的这个领导力位会有加强 那美国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是 我们知道 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根里拉峰会上面 他说到了 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军事行动 是在逐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 那么中国方面呢 这个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孙建国 他却是说中国过去没有被孤立 现在也不会 未来更不会被孤立 到底这个南海的纠纷如果持续下去 会不会有所谓中国被孤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如果说孤立指的是像这个北朝鲜这种孤立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有实力的一个经济大国 它有很多的朋友 另外呢 它有很多以前的关系 但是呢 如果说是不是比以前更孤立 那是可能的 而实际上已经在发生 因为这个在南海这个争端问题呢 它不光是越南 还有是这个菲律宾 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国家 有些些国家不会走到前面 但是呢 它的实际的态度呢 也是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担心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 中国在这个南海问题的这个强硬态度呢 当然会对它的国际地位产生负面的影响 所以国防部长卡特所说的 自我孤立的长城 您认为他所指的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孤立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强硬下去 会造成呢 就是其他的国家呢 都来反对这个中国 那它是这么讲 但我并不是认为呢 会存在那种情况 为什么 因为那个很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 它没有直接的利益 所以呢 一般国家呢 它会都根据自己的具体的国家利益 来考虑事情 如果它在中国 比如说是在亚洲 如果它在像泰国呀 像老挝呀 像柬埔寨 它跟中国没有直接冲的话呢 它没有必要的会走到前面去 另外呢 它现在跟中国维持关系 它有很多的实际的利益在里面 所以实际的情况是比较的复杂 是 我们知道菲律宾 像国际的海牙仲裁法庭 所提出的仲裁案 很有可能结果会在最近出炉 那么各界也在关注 您认为这项仲裁结果 中国方面已经表示 不会承认也不会接受了 它可能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吗 当然就是这个国际舆论方面 另外一方面 如果这个仲裁对中国不利的话 比如说其他国家 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 比如说对中国更加批评的话 以前比较沉默 现在想批评的话 它有一些的依据 所以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担心 你可以看到 他们最近动员这些个 驻外大使 国际舆论 也希望国际上支持的这个事情 但实际上这个国际舆论来说 在南海问题上 对中国基本来说是不太有利的 您觉得这个在国际舆论上的一些影响 可能会不利 也有很多人分析这个仲裁结果 可能是不利于中国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 中国在所谓南海主权的 他们所谓的历史 还有他们的正义性呢 对 当然就是设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法律性 因为现在批评中国 比如从美国或者日本 都是认为中国是单方面行动 违反那个现存的国际法 那么现在它就有一定的这个依据 所以说中国不承认这个结果 所以当然对它有些 但是如果中国怎么反应的话 我觉得很可能的 它会变得更为强硬 所以说这个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是 我们知道 这个官方长卡特 他在香格里拉峰会上 除了提到这个 自我孤立的长城之外 也有很多人说 他实际上给中国 划出了两条红线 什么红线呢 一个就是中方不能够在黄岩岛 继续来进行这样的 所谓填海造岛的工程 否则要面临这个严重的后果 第二条红线就是中方不得来宣布 设置所谓的南海防空识别区 您觉得在这两点上 尽管美方已经提出这样的警告 会有严重的后果 北京方面是否还有可能一意孤行 它没有明确划出这个红线 有那个意义在里面 大家评论分析家也认为有这个意义 它为什么没有明确划出红线 就跟叙利亚的 因为欧巴马总统画了一个红线 但后来没有参举行动 所以他现在比较的小心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欧巴马总统这任期马上又到了 所以说现在他属于 他现在就比如说提出这个承诺 将来他能不能税线 还有一个问题 但是美方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注 如果说比如说防空识别区 实际上他会从某种意识就是说 走向的逐渐的由中国来实际控制这个南海 这个问题对美国的利益非常重大 继续我想请教万教授的是 我们知道就在今天刚刚我们的新闻报导里 也提到了中国的军方船只 首次进入了这个钓鱼岛临近的海域 那么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 那么除了在东中国海 中国方面在南中国海的行动那更是多 中国的军机也在最近首次的起降 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上 那么到底中国对于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 这些领土的争议来说 您认为中国它自己肯定也有它的底线 还有它的一些目标 它的目标是在于主权 还是在于这些海洋利益 您认为这两者还是合而为一 这都是中方所重视的焦点 我想您刚才说的那样都非常重要 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 中国其实在很多世界上也比较小心 它也并不希望走向直接的军事冲突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 美国方面要担心的就是中国逐渐的推动 以及说从事实上来控制 慢慢来 您刚才说的中国军舰在东海 具体问题我不知道它怎能考虑 但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就是说 在东海方面对 可以说判断是可能对日本施加一些压力 因为日本在南海问题卷入越来越多 那么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 中国可能可以看出说 如果你要在南海卷入太多的话 那我会在这个东海问题 对你施加一些压力 日本是希望就是说 让这个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分散对这个东海方面的压力 那实际上从中国方面 它可以把两方面联系起来 是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 不管是哪一个海域 这个都有相当多的行动 还有一些争议存在 那么在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和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来探讨的就是 这一次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到底对解决分歧达到了多少成效 或者是甚至有人说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 那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 拨打电话进来 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刚刚我们提到了海牙仲裁法庭 那么中国方面一再地表示 他们不会承认仲裁结果 甚至我们注意到 中国的官媒也提到 他说其实美国过去也有不承认 国际仲裁这样的一个案例 您认为对于中国官媒的这样的一种 可以说是质问 美方应该怎么样回应 或者可以怎么样来回应 美国一般回应说 虽然说它这个国际海洋法 它们也没有签署 但它整个的国际秩序 它是赞成的 因为它是主导者之一 所以说虽然在具体这个问题 但是其他很多问题 当然是美方认为 它是以国际法是吻合的 那中国方面认为 就是说它这是属于虚伪 因为你自己没有参加海洋法 你为什么用这个来批评 另外他认为 就是说实际上美国 实际上是在利用这国际法的 来攻击中国 所以两方的立场不很一样 好的 我们现在来听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 已经有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 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我想中美对话是很有必要的 虽然说在有些问题 不见得能达成许多协议 是吧 但是接触沟通 毕竟是了解的一个桥梁 是吧 但是刚才说到 对于美国的批评 和美国对中国的批评 我认为对于批评的态度 就是批评的对就接受 批评的不对 就可以解释 辩护 比如说中国批评美国 我没有参加国际海洋这个条约 我认为中国批评的是政治的 因为你是没有参加 但是呢 有的批评 刚才主持人说了 中国的官媒 其实中国没有私媒 媒体都姓党 只要是媒体都姓党 没有私媒 是吧 就是说 中美之间的 有些问题啊 可能是一时解决不了 有些问题 还要长期进行交流 但是有一条我是相信的 就是中美之间 没有打仗的理由 也不会打起仗来 所以有些可能 个别中国那个 好战分子 总是夸大中美之间的矛盾 这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中国不愿意打仗 美国不愿意打仗 所以打不起仗 谢谢你们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 河北的张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北京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我这是第一次 搭进这个 美国资金的这个电话 欢迎您 因为之前不收听那个广播 也不收 不看电视 现在是直播了 非常非常好 那个 那个关于这个 这个南中国海这个事情 我觉得 中国还是应该努力的去 遵循这个国际规则 如果不去 按照这个国际 惯例的规则 去办事情的话 肯定会很有很多的那个阻碍 所以说 我觉得中国要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话 还是要把自己 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按照那个国际的规则 去办事情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 为自己争取权利 谢谢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 北京的刘先生 那我们先请万教授 您来回应一下 刚刚两位观众朋友的说法 特别是刘先生提到 中国来遵守国际间的规则 那么做好一个 世界大国的一个表率 您的看法 我当然认为 就是一个在上升的大国 它与现存的大国之间 发生冲突可能会增大 那如一个上升大国 如果想希望保持比较和平的话 就是说遵循现存的国际秩序 或者国际规则 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刚才张先生说 这个对话渠道有必要 我也是同意 虽然说具体的成果不多 但是谈总比不谈好 但是我们也知道 说到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第八年了 这也是奥巴马总统上任以后 把过往的战略对话 与经济对话二轨合为一 所以是在他任内开始的 那么现在奥巴马总统 这个任期即将结束了 您认为新上任的美国总统 不论是哪一位 他未来在这个与中国方面的对话 他会显得更为强硬呢 还是会有一些改变 我觉得会更为强硬一些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一个是这个国内政治的原因 你看这次这个总统选举 就看得很清楚 那么当然这个选举和 这个说的话 以后他当总统必定这个税限 但是呢 现在国内这个情绪上呢 基本认为呢 就是说这个中国变得特别强硬 就特别政策 政策层里面 这基本是可以说 逐渐在形成一个共识 那么就是说谁当总统的话呢 他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您刚提到了美国国内的政治 也有很多的这个 中国方面的分析人士认为 这个美国方面在南中国海 问题上所做的一些表态 或一些行动 那么可能就是所谓的 白白姿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应对于 美国现在在内政 在外交上 其实面临很多的挑战 所以在南中国海方面呢 不会与中国来正面的对抗 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这个就要看谁当总统 如果说这个川普当总统 那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但如果这个 希拉里 希拉里做总统的话 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这个南海呢 对美国来有重大的利益 那个一个方面就是这个 它这个国际这个贸易 很大部分是通过这个南中国海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 美国一般认为呢 就是说它在重要地区的领导地位 与它世界领导地位是相关的 如果它在像欧洲啊 或者像东亚啊 这个领导地位啊 受到削弱的话 它的世界地位也受到削弱 所以它这个 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重要 另外它还有很多的盟友 如果它美国不帮助 没有盟友的话 那它的信用呢 就降低了 所以它有很多的 考虑的因素 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呢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 另外一位嘉宾 现在要来加入我们现场讨论 这是从香港通过电话连线 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 香港的时政评论员 何亮亮先生 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基因 时事大家谈 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探讨了有关于 这次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那么一般的这个分析 都认为它的成效并不张 特别是对于有关于 南中国海的美中两国的分歧与争议 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成效 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觉得也大体如此 这一次谈 其实整个的这一次的 中美战略和经济的对话呢 成果都不太明显 经济方面好一些 还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成果 但是在战略这个层面呢 看得很明显的 因为作为重点的南海问题 因为南海问题实际上是在 上星期的 新加坡的香格里拉 对话当中呢 美方和中方的军方吧 美方官方部长 中方是这个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 海军上下孙建国 分别已经做了一个表态了 那么双方这个态度 其实已经相当明显了 当然在北京举行的战略经济论坛呢 由于一个中国方面还是很重视的 看到习近平本人 这个主持了开幕式 是吧 也发表了一个阻止演讲 但是呢 我觉得在南海问题上 基本上就是一个各说各话 中国说自己的话 美国也说自己的话 我想好处就是说 直接的 直接的让对方听到了自己的 这个意见 坚持了这样的自己的一个立场 我想如果说 最大的这个交集 大概也就在这个地方 虽然这个立场你不说我也知道 但是面对面说 或者说这个既然是对话 可能也有些没有公开的内容 对吧 这也是很自然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吧 何先生刚刚在这个您加入我们节目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河北的张先生他提到 他说其实美中之间 没有这个作战的必要 也不需要来扩大这样的矛盾 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 很多人认为 如果华盛顿与北京 在南中国海议题上 仍然是这样的强硬互动 或者没有这个解决的 分歧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来说 是不是有可能逼向双方走向摊牌 您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 您自己认为呢 摊牌是不会的 所谓摊牌就是双方要兵戎相见 是吧 那么我觉得没有 美国没有这个动机 中国也没有一种 也没有一个动机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我们客观的看 因为现在这个要么不摊牌 要摊牌的话 这个牵动的面太大 但是呢 目前这个情况 我更愿意用一种 就是它还是一种博弈 中国有自己的理由 美国有自己的理由 刚才这位 发言的这位先生 讲的 也讲了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 确实美国方面 有美国方面的考虑 我觉得这双方的考虑 都有他自己合理的一面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比方说 美国方面来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亚太再平衡 这个据说最早是 李光耀先生 向这个 奥巴马提出来的 因为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 特别是这个 一些小国来说 他们觉得 如果中国的这个势力 越来越大 那么如果美国 不再加以平衡的话 那么中国很快 就会主导整个 我们说至少是东亚地区 这种前景 当然是有可能的 那么美国 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 或者说 作为世界的这个领导者 如果他在东亚的这个势力 逐渐的被 逐渐的这个缩小了 他的影响 逐渐就缩小了 那么确实 可能会失去这个 东亚地区的 国家的这个信任 那么所以这是 美国是不能够容忍 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 那么另外 从中国的情况呢 我想中国没有一种 武力扩张 就武力扩张 占领其他国家 这个意图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中国的这个 他本身的这个发展和存在 他对美国 他会形成一种挑战 那么特别是在南海 因为我们知道南海 他是中国现在正在推行 一个一带一路 我们不管这个一带一路 最后他会建设 成什么样子 一带一路 就是一个是 丝绸之路 经济带 那是路上的是吧 但是海路呢 就是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他就是要经过南海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南海对于中国来说 他无论是他的 一个宏大的一个 对外这个 扩张也好 或者发展一个大计也好 或者说他自己所声称的 这个自古以来 就拥有南海的 这个主权也好呢 这个问题上 他也有自己的这个立场 是不能让步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 经过最近这两年 这个中国已经是很巧妙的 在南沙的一些主要的岛屿呢 有了一个惊人的 这个填海 就是这个扩岛 是吧 已经新建了三个机场 那么这三个机场 实际上是使得中国 在南沙已经拥有了制空权 那么这也是美国所不能容忍 好的 贺先生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再来接听一位 我们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 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你好 我觉得在南海也好 在东海也好 之所以现在美国和日本 感觉到非常不舒服呢 就是因为中国以前太软弱了 现在中国强硬一下呢 美国和日本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另外一个刚才北京的那位先生说呢 中国应该遵守国际规则 我对此是不敢苟同的 因为联合国大陆家界限委员会 已经把这个马岛 说是马岛 现在是阿根廷的这个领海 是吧 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 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机构 敦促英国 把这个马岛还给阿根廷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您李先生 我们先请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 给您一分钟时间做个回应 顺便做个总结 我想马岛问题有马岛问题 就所谓也是 这里面是有一个现实控制 和这个国际法之间的一个冲突 我想这个中国的这个态度 强调的是两个 一个是国际法 一个是历史 那么这点呢 就南海的这个争端来说呢 我们说这个南海这个周边的国家 他们也都各有自己的这个礼句 那么我觉得美国 特别是美国 也包括这个日本嘛 在南海 它主要还是一个签字中国 那么这样一种签字呢 照我看来的 以中美现在这样的一种 互为最重要的这个 贸易伙伴的 即使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双方也不可能发生战争 但是呢 这种博弈 还会持续地展开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 何先生 我们继续回到现场的 万民教授 一分钟左右时间 除了美中之间 博弈之外 我们看到其实附近的地区 与邻国 也有一些反应 特别台湾的国防部 新任国防部长 最近就提到 南海的紧张 主要都是来自中国的挑衅 甚至台湾方面呢 向这个南沙的岛屿 运补了四万枚的弹药 所以您认为 除了美中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博弈 邻国或者是附近地区的 一些反应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那个邻国的反应呢 从这个 我们可以看很轻的 就是说不一样 有的说得很厉害 就是越南和这个菲律宾 其他有些国家 像马来西亚的 其他的利益跟这个 越南跟菲律宾是相似 但他说的比较少 我想呢 因为这个主要问题 就是说这几年 就最近的时间 中国这个在这个填海 造岛这个走太快 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个 这样做 但是他做起来以后 他那速度非常快 而且规模很大 另外呢 他才可以看到 要放到这个雷达 如果他变成军事设施的话 他这个走得太快 如果说 特别是中国 有这个经济力量的话 如果他真是愿意的话 他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 就是造成一个 实际控制局面 那其他国家 基本是担心的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今天两位专家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因为时间关系 有关于美中战略对话 南海分歧 继续过招 相关的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非常感谢 万民教授 还有何亮亮先生 参与我们的节目 稍后回来 为您探讨的 另一个热点话题 香港艺人 何运师 遭封杀 兰扣是否被集权压弯了 稍后我们要来听听 何运师怎么说 也请您锁定 BOA卫视的 时事大家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稍后 您的第一次